針對舞蹈方面 三位都是舞蹈界的翹楚 還好啦 我們只是比較專業一點 他剛剛跳舞的時候 我覺得不太適合這個baking 那不契合 因為這是一個 這個音樂聽起來是很強悍的 Strong的 你知道嗎 所以在肢體一定要有所謂的那種性感 加上熱情 然後那個力道一定要有出現 他沒有很軟 就是那拍子上沒有動作 他走的是比較soft的那種dancing的肢體 對不對 對他是 你知道嗎 這個在上班嗎 沒有 所以你知道這種 一定要是說聽到這種音樂 他表現的東西 讓看到一個張力 是有一個衝動的張力的 他太軟了 你知道嗎 鮑鳴如果聽到這音樂 我跟你講他瘋掉了 對 你知道 不要舞 他絕對不表演 對 對 對 那所以我覺得 既然有這樣的音樂 你就要設計出他強悍度的一些地方 那個力道 好不然就 而且他用只有35秒了 對 其實太短了 其實我們想看你下面要發展什麼樣的感情 或者是情愫 你都沒有 很可惜 那你之前有看黑社會嗎 有啊我之前有看 你看拼蔽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很殘忍 還蠻殘忍的 會不會覺得很嚴格 很嚴 可能是以專業角度來看 不是 可能是真的是 你會覺得有內定的這種情況嗎 沒有 你們同學有沒有討論 有 有討論是不是 有 但這邊要解釋一下 拼蔽老師 是不是絕對是沒有內定 當然啊很難 絕對公正 我跟你講只是我覺得會這樣子講的人 是因為為什麼 其實每個人上電視被看到的妹妹 每個人的討喜不同嗎 我就很力挺這個 然後雖然他沒才藝 有臉蛋沒關係 可是我們講的是真的有才藝的 除非要有臉蛋 還要有才藝 可是偏偏就有那種偏好的人 你知道他忘記 所以他自己會產生嫉妒心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就是長得不要太漂亮 你知道嗎 這樣就有魅力 那長得太漂亮喔 就會很容易凸顯那程度嘛 像我就有上次來的時候有沒有 就有一個他長得很漂亮 你就會期待他有才藝 就他什麼都不會 在我們公平來講 他就是淘汰 沒有惡化 很可惜 很可惜 好 凱凱不錯啦 你剛剛也是35秒 尖端有力的一個舞蹈 謝謝凱凱 謝謝 究竟會有那幾位 可以進入咱們外黑社會的 謝謝 接下來接下來五號的可可 五號可可 是個多才多藝的美少女 瞧她的身手就知道是個可造之才喔 那她今天會帶來什麼樣子的表演呢 趕快來開一看吧 五號可可 大家好 我叫可可 我今年十四尺 身高163公分43公斤 我今天要帶來的表演是歌仔戲 謝謝 唉唷 台灣傳統的這個藝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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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兩三年 兩三年 三年 那你怎麼會叫可可呢 台語叫Coco Coco Coco就是 不是很開心 對 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 你以後要唱苦蛋嗎 沒有 沒有 那你剛剛是準備要來個前手班對不對 沒有 前方劈腿 後方劈腿 再看一下 前方劈腿 後方劈腿 我看已經看到他動作要出來了 來 用頭來擊破你看怎麼樣 喂 oh yeah oh yeah 好啊 還有一個 還有後班嗎 yeah yeah oh yeah 好啊 好啊 他鬧可可的劈腿表演 不愧是練家子喔 評審們都給你鼓鼓掌拍拍手咧 現在歡迎又又 六號又又 之前就讀大學二年級的他 平時是個迷糊蟲 甚至連學校放假他都搞不清楚 還到學校來上課咧 上課咧 先生老師大家好 很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Yoyo 今年十九歲 身高一百六十二公分 體重四十六公斤 要表演的專長是啦啦隊 謝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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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